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攝影日常的影片啦 那我們今天整組的照片全部都是接拍 就是在鐵道啊或者是在捷運站裡面接拍 那我們今天要用的相機就是這台SIGMA DP-ZERO Quattro 那這一台相機它的解像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99%的相機機身對解像力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就是微乎其微 但是SIGMA的相機機身 它裡面的感光原生技術就是整個是徹底不同的 跟Canon、Sony、Nikon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整組的接拍照片 然後稍微提一下我們如何來處理這些影像 OK 我們來到電腦之後我們一定要用我們SIGMA PHOTO PRO 這個軟體才可以徹底把我們SIGMA相機的RAW檔發揮出來 那其實我已經有做一個通用的檔案調整 就是把我們的高光拉回來把暗部再拉上去 就是讓暗部跟高光細節更多的一個調整 那我們就直接輸出一個16bit的TIFF檔 我們就可以把它匯入到我們習慣使用的調色軟體 來我們來看到第一張照片 那這一張照片就是一個人 然後他在搬床 看起來很酷炫 另外他穿著這個超級鮮艷的藍色褲子 剛好他在這一個角落有一盞像是路燈的東西 然後照到他 所以我就快速的把它拍下來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用漫塊門來拍攝接拍的 就是看起來清楚 但是又不會太清楚 而且在移動的東西都會有流動的感覺 那用漫塊門你也可以看得出來我當時的心情 還有當時的狀況 就是如果像是這種有一點模糊 旁邊有一點模糊 沒有站得很穩的 那表示那個是一個很瞬間的反射動作 就是我畫面我就趕快把它拍下來 像是下一張照片 這一個就肯定是我坐在那裡 坐穩穩的 已經夠好圖了 然後等待有事情發生 就是不同的拍攝方法 用漫塊門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到底是用哪一種方法 是靈機應變呢 還是是我已經夠好圖再去拍攝 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張照片主要就是呈現一對情侶在滑手機 然後就是有路人章經過 這樣子非常簡單的一個小故事 那右邊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應該是友人的手還是袋子 如果避掉會更好 像我用十三分之一秒的超漫塊門 這肯定是拍攝很多張 然後來挑選出其中的一張 因為這一台相機是沒有防手震的 所以要有這麼清晰銳利的影像是 還蠻難得 就是有運氣成分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在捷運站 然後大家要上車的畫面 那這張照片很幸運的就是等到 這一雙腳 因為它是有點膚色的 剛好跟右邊這個門裡面 有一點黃黃橘橘 色溫比較暖和的 剛好做了一個平衡 讓這張照片不會有點像偏向右邊的感覺 反正街拍我覺得就是 靠運氣成分還蠻重的一種 攝影方式 就是你在那裡等 可能等了兩個小時 你都等不到你要的畫面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走過去然後剛好看到 然後你就把它拍下來 你就成功的獲得那個照片 反正就是運氣成分很重啊 那這張照片有趣的就是 這一個人其實他超高 然後他已經快要撞到這個上面的板子了 所以我就把它 快速把它拍下來 那這張照片我覺得沒有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 脖子這邊是紅色的 但剛好外面站的也是一個紅色的人 這兩個在照片縮小的時候看起來就有點黏在一起的感覺 就這裡就一坨東西 好像沒有分開 那或者如果我當時的對焦 如果對在外面這一個人 其實也算蠻OK的 就是一個滑手機 然後大家都在jango 然後在等待 然後開門的一個瞬間 感覺應該還蠻讚的 但是我現在這張照片 我的膠是對在這一個人的身上 不是對在外面這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算是一個失敗 下一張照片這個就有趣啦 這個就是一個捷運站 平常還蠻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人站在手扶梯的左側 但約定成熟 左邊就是讓你快速走 右邊就是讓你站在那裡 有的時候就是會碰到這種人 就是他根本可能不想走 然後他就站在左邊 所以大家就是等他 這裡沒有什麼話說 就是等一個手扶梯的時間 那這張照片就是 我在搭手扶梯的時候 剛好一坨人就是 可能剛下車之類的 然後就是從樓梯這樣走下去 我覺得還蠻酷的啊 就是剛好 這還蠻平衡的 就左邊這裡有兩個人 然後右邊有一個超大黑色鏡子 然後這有點像是 中間偏右邊有一個人走下去 那這張照片我覺得 如果把這個黃色的東西 避掉會更好 但是我這一顆鏡頭是 廣角鏡頭 就是幾乎沒有辦法避掉 不然我就會掉到SOFT下面 所以 欸 也是運氣成分吧 就是 時間沒有抓好 好那下一張照片 這個我覺得還蠻讚的 就是一個 坐著滑手機 然後後面的車經過 這就是一個 台北車站日常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每天回家都會搭火車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下一個月台 對面月台的人 在做什麼事情 看起來就一幅畫的感覺 剛好有一個框框這樣框起來 裡面是明亮的 外面是暗的 就是畫框的風格這樣 那我自己都喜歡 等那個火車在移動的時候 要離開月台 或者是剛進月台 那個瞬間 去把那些照片拍下來 那這張照片就還蠻明顯的 就可以讓你看到 SIGMA相機的威力 它的解像力真的是 超級讚 這個字都超級清楚 這每一個孔洞都看起來 超級清楚 所有的細節都 非常非常的清楚 一個一個都可以看到 所有的細節 那這張照片唯一的缺點 就是這個左下角 這裡沒有 壁掉 就有點可惜 就在稍微右邊一點點 就OK 因為 因為在拍攝的時候 那個螢幕很小 然後曝光又看起來 有點不足 左下角跟右下角 這種超黑的地方 幾乎是沒有辦法構圖 就是 一片黑 你其實現場是看不太出來 但通常都是 到後製啊 就是你把暗部拉回來 才發現 喔 我那邊應該要避掉什麼 喔 我那邊又多了什麼 沒有避掉 就 所以我通常在一個地點 我都會連拍 非常非常多張 拍到那個東西 我要的故事 沒有了之後 我才會離開 就我不會拍一張照片 我覺得 差不多我就撤離 我就會拍攝十幾張 二十張 或者是 就一直拍一直拍 拍到我要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 已經完美了 我才會離開 但這個角落 就真的是沒有看到 所以就 下次要注意一下 這張照片 我覺得普通而已 就是 看不太出來要幹什麼 就是看到大家急忙上車 然後就 看起來很混亂的感覺 這張照片 就是在戲子車站拍攝 那看到大家都在滑手機 我覺得整個 就是一個很靜態的照片 那 只有這一個阿伯在走動 所以我就 讓他走走走 然後走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我就把他拍下來 我肯定也是拍 非常非常多照片 就是看 這個阿伯到底要往那邊走 所以 前面有幾張 然後後面也有幾張 然後我就挑選了這一張出來 這張照片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 就是 這一個人 有點 離這個 黑色的地方太遠了 所以讓 右邊這個角落 變得超級空曠 那這台車 又有一點 跟這個人的雨傘 因為主要是 這個人的小黃傘 看起來很特別 所以我來拍這張照片 但是 這台車 有點搶戲 所以很明顯 這張照片 也是我 看到特別的東西 忽然把它拍下來的 OK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攝影日常的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對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日常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我的名字是凱云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